好了,另存一个版本 那么眼睛 我先按一下L到套索工具 这里稍微选一下 形成一个选区 然后V-J 它自然会把选区内的 像素复制了一份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按上下方向键 方向键 移动一下 同时我发现这个角度的话 再让它转一下 Ctrl T 稍微转一下 现在大家又发现这个是多么的重要 好,看一下 就差这么一口气 有时候肉眼的辨别确实会有一些缺失 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必要 就是要及时跟着这些缺失 因为作为五官人物肖像来说 五官的位置它是非常重要 一旦这个错误的话确实感觉不太好 那么像这种 因为我们选取嘛 选取移动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接缝 首先你用橡皮擦 软橡皮擦 那么这里接缝的话 稍微擦掉一点点 但是擦太多的话 下面就露线了 还有一种就是涂抹 涂抹的话 你勾选对所有图层取样 因为它本来这个地方就是需要接 那么这样也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案 因为我有时候在做商业插头的时候 也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式来改 没办法 肯定会有这样的修改 那么这边耳朵的位置应该再下来一点 包括下巴的感觉 这里有点平行啊 那到时候想一下怎么把这个线条给 给借掉 不要让它平行 好 这里一块颜色的话 重新要压一下 给大家有足够的强度 跟你说如果颜色不压的话 有些地方体现不出来 这里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圈 它的卷发一个大的圈 包括这个圈 它是这样过来的 稍微描述一下 嗯 耳朵的地方 其实它有这样一个耳孔 包括颧骨 颧骨的位置应该这里 嘴巴 这边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画那么深啊 因为照片的话几乎是黑的 这样我觉得太难看了 这样我觉得太难看了 下巴这条边线的话处理稍微柔和一点 到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技巧 让它感觉更加流畅 让它把它去掉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修改前和修改后 确实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感觉就差好多了 同样的 我希望这些东西也有一些延续性 就不要感觉这些是零敲碎打的 而且它这个疏密关系 有些地方是比较密的 有些地方是比较疏密的 同时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衔接关系 就大 好的 用一些点线 其实大一点的色块就是面 点线面的一些构成 把这个一些关系 调述出来 我们现在不着急用这个纹理笔触 我觉得先把这个大的关系 界定下来 然后再去用纹理笔触 你看这个颜色我是在这里取的 但是画出来你看就是比较浅 这个也是用试笔触的一个要领 比如说你选的色要比实际画出来颜色要重一点 那么这样才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旗鼓 相当的效果 否则的话就太浅了 不过也没事 我们可以用加深工具或者是色积来强化 我们现在需要修一下这边的形状 原来这边的形状就比较散 或者是没有切到这个特征点上 像这种关系 都是相互之间映衬 如果你这种深的色块压不上去的话 你这里一味的加白是白不出来 一再强调这个对比的原则 包括这些小点小细节 那么这样加上去的话 你才会觉得这个是白色的东西 因为有这些深色的部分就会衬托 接下来这种是你需要注意 其实它会有一些小线条 鼻子的话确实是一个难点 不能太强调这个鼻孔 鼻孔的话它几乎是黑色 其实我们还是用这种颜色来 稍微来暗示一下鼻子这边的结构 让它连贯一点 好嘴巴是一个 那也是一个难点 好像这边都是难点 包括这个嘴巴和鼻子之间的人中的部分 抓住这一块 这块形状 这块形状其实是有点暗黄 它在这里是黑色 千万不要用黑色压进去 就觉得这个嘴巴很脏 它其实两个嘴角是蛮带出这种关系 你看我就把里面的牙齿给省略掉 千万不要去画那个牙齿 除非你画得很好 画得很糟糕的话 就是画是天左 好想一下如何让这边的装饰延续下来 不要感觉这边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那现在你可以解释 原来是一个面具挂下来 然后这里有一些不同形状的球 然后球在这边的一些阴影 你可能需要稍微强调一下 我是非常在乎这些边缘线 因为觉得质感能不能出来 就完全在这些边线上 那么现在一个大的基调已经定好了 相对造型也比刚才饱满了很多 这个看起来舒服很多 好 现在我们需要用一些手段 让它这个更加有水彩的味道 一个就是我们的试笔处 这个层我保留着 然后你看到就是这个修改前和修改后 我这里再加一个层 用到我们这个水彩 比方开了稍微大一点 这里的话 我就可以让它稍微扩散一下 点回来 这样的这个技法 它也很熟 这里头发的颜色也是让它 扩散出去 再回来 这里的话也不要让它有这种边界 好这样 这里的话也是给它一些这样痕迹 感觉这个非常有水彩的 这个有点水彩的味道了 那么这样一些软边和硬边结合在一起会比较舒服 但是这种运软的技巧不要用的太多 太多的话就感觉比较廉价 再看一下 还记得我们上次浇水流淌下来的效果 用软毛刷 我觉得让让这边的颜色流淌下来一点 就会很自然的带到这个 我们知道垂直向的笔触会会产生蛮好的这个动感动感效果 这种用白色带 黄色 当然使用橡皮擦 软橡皮擦 这样的这个动感就出来了 那你要让这些垂直的垂直向的棕毛笔触很巧妙的隐藏在里面 否则看上去太太太著作 感觉就很自然就像这个水 湿水彩就是这个一些一些这个纹路流淌下来的感觉 好看一下就是之前和之后 当然之前就显得更加干净 那么之后的话会让有一些这个色彩就是混合在一起 当然你要做一些选择 有些地方还是要减弱 不要因为到处都是这个的话也不好 它只是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 你随时点点眼镜看一下 这地方如果太多的话 减掉 我觉得现在的效果还是让我比较满意 那么这里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些纹理笔触 反正还是一个层 那么这边的话有一个笔刷叫纹理棒海绵 把这个海绵的笔触开了大一点 方便一下 我这里再接一层了 开了大一点 然后用这个颜色 在这边刷一下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就比较方便一点 包括这里 这里的话我觉得稍微小一点 还有这边 稍微给 接下来当然是相比赛的控制 像这种可能是不需要那么高的强度 擦掉一点 擦掉一点 那么这样的技法 纹理笔触的技法 我在实际运用中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用 你看这样一下来 两个质感就完全取分开 非常有效果 同时 同时如何来表现这种薄纱 我们这里也在借用一个纹理笔触 它叫塑料包装 刚才是海绵 现在是塑料包装 塑料包装的话 我们把它笔触稍微改小一点点 然后用这个笔触来画这边的这个感觉 你看 它就有这种效果 我在这种边缘的地方稍微强化一下的话 你会觉得 哦 这个原来是这种 它就很自然的就把这种感觉给带出来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支笔触出来 表现类似这样的这个类似的效果 同时用在黑色的部分 应该也很合适 但是用这样笔触的一个前提 就是有些有些关系 你要把我同样的橡皮擦来控制一下 好 最后还是用我们上次画头发的这个笔触 增画笔 我觉得这是 嗯 画笔 画头发非常有感觉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类似于水粉 或者是油画的感觉来画这个东西 用笔稍微干脆一点 不用担心这个光亮度 到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涂层混合模式来解决 那么用这支笔的这个要点是你要根据头发的走势来 否则就会选择这个笔触很粗糙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粗 但是最好还是控制就是和这个橡皮擦一起可以有个比较好的控制 但是这个有同学讲这样的话会不会失去一些透明感 没问题 其实你看一些传统的水彩 它也会用到一些这个海绵啊 当然是真实的海绵 刷一些机体效果 包括这个水彩 它和屏息的颜料混合在一起用 厚涂和这个薄涂混合在一起用 它最后是为了这个表现一个结果 而不是纯粹是为了表现一个气氛 这是做一些尝试啊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化石添足 稍微一点点 这是一些尝试啊 如果下半部分太单薄的话 那么会觉得头痛脚轻啊 就如果只有上面这些线条 作为支撑的话 那显然是不够的 这里的话我随时会会用 这些其实是油耗的技法 那以后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透明技法加不透明的技巧 结合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就丰富多了 当然它有一个确定 就是一旦控制表的话 就坏了 感觉很脏 所以说我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同时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不会更加有感觉一点呢 所有的都是尝试啊 有时候会比较好 有时候会比较糟糕 好对比一下之前和之后 好在有一个图层嘛 你都可以做选择 如果你喜欢这种干净的话 那就不用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啊 否则的话上面太多了 然后下面都是留板的话 我觉得压不住 但是我又不希望 把这些东西都画出来 所以说我选择一些 比较抽象的笔注来 来暗示一下 但是一些主要的线条 包括一些主要质感还是抓住 好保存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步 开始吧 刚好 先给你 在这种课程中 是 还不过 一会儿 这就是 这种课程中 这种课程中 也就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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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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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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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